从奥巴马星期三抵达特拉维夫 白宫说 奥巴马这次出访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和约旦非常重要 奥巴马自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这是首次正式访问以色列 奥巴马星期三的日程 包括参观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会晤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和总理内坦尼亚胡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陪同奥巴马总统进行这次访问 与此同时 以色列新政府当中支持犹太人定居点项目的部长们就职 星期四奥巴马将前往约旦河西岸 会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以及总统法耶兹